總長我們就想問 這麼靜態紋 動態紋 我們其實花很多錢在眼霜上面 其實擦了好像也沒有辦法改善 所以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呢 我想我們用下一張來看一下 如果說要解決剛剛講的 恒菌的問題 臉型很好看 但是就太陽穴微凹 那這個時候 我們要轉移陣地 所謂的轉移陣地就是說 你把你的眼睛點亮 剛剛講敷衍愛的時候 眼睛把它點亮 那有時候這樣 可以做填補 來改良你的氣氛 那有時候是不用填補 你直接用小小的手術來改變 那至於說化妝以後 那現在的人也比較幸福 你可以化 盡量可以用化妝 如果化妝不夠舒服 你就用雷射雷一雷這樣就好了 來改良 因為現在確實可以用雷射聯合療法 快速的修復你的皮膚的暗沉 當然我們要先診斷你的皮膚裡面 有沒有代表你是肝病的問題 有沒有代表你可能有什麼的 內臟問題 火氣大的問題 那其他的話 自己說化妝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的皮膚 你剛剛有提到的五個層次一起拉 或者說你拉的這種關鍵位置 不管是局部的這種深部的處理 或關鍵的位置 我們現在都可以以所謂在安全 或盡量去除皮膚之下來拉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照片好了 好 一個臉型很好的人 鵝蛋臉看起來很順眼 但是就我們來看 如果能夠把他的這個太陽瀉的風天庭 天庭飽滿上寬下載比較順眼 那這個女生說起來是漂亮的 但是因為他的男朋友 他的帥哥先生長得很帥 所以這個是等於是 男女都是非常的看起來都很順眼 不能輸老公太多 所以他就真的治療 你看這個填補以後 這純粹填補 那現代的人也幸福 你皮膚保的人 你當年是很漂亮的 那你下垂以後 把他小早的改變 這樣就好了 關鍵點就在哪裡 剛剛我講的 你能夠找出你的這一種 擠眉弄眼的時候 都產生很多皺紋的地方 那沒有關係 你這個抬頭紋也好 眉間紋 鼻影紋也好 或魚躍紋 是臉部下垂眼袋也好 其實你的皺紋的產生 都是漸進式的 那這個情形你都不知不覺 就是說我們都不會察覺 你原來你的抬頭紋 眉間紋 鼻影紋或魚躍紋 全部都是眼倫雜跡的問題 那這個地方 我們有提出一個 比較科學的概念 我強調的是科學 科學的概念 那科學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化式 眼周拉皮的概念 剛剛講的化式代表是 轉移轉正 或者在臉頰化是高角度 高角度 那我們就眼睛的周圍來講 有五個角度 第一個是 眼皮的調整 眼皮調整 第二個是眼輪雜跡的調整 眼輪雜跡的調整 那第三個你的魚躍紋 你笑的時候越笑越多 你的魚躍紋越明顯 然後它的緊接著 魚躍紋的外側叫做 眼外笑肌 笑紋 在這很多人很多 這很多人都是很困擾 打得肉度感見又不敢打 打到後來就覺得不自然 那這個時候還有一個就是垂直的拉皮 直接往上拉 直接往上拉 所以你的一二三四五 我們找出你的關鍵點了以後 做所謂的調整 那其中如果有人說眼皮已經很好了 那我們就來個二三四一起做 二三四一起做 其實是讓你直接改善你的抬頭紋 每一根紋 預防你的鼻很穩 這個很特別 大家我講了之後 一百十個裡面 懂的人只有一個 一百個裡面 懂的人大概也只有十位 很少人知道 你為什麼你的抬頭紋會那麼多 我舉最直接的例子 小朋友剛出生 生過小孩子就知道 剛出生的小朋友 額頭抬頭紋最多 所以你只要讓他眼睛打開一個禮拜 因為他來看長輩你叫他他很可愛 眼睛一打開都是整個作文 應該回想是這樣的 對 大家都以前的小時候也是這樣 可是我們現在來解決 你這個不長作文 不長那麼多抬頭紋的話 其實剛剛整個臉部 你只要處理你的眼周的 這個所謂的眼周拉皮 你只要花一個小時來調整這個問題 你臉上的百分之八十的作文 不見了 再見了 所以你也就變不干擾 不必老 也不要去想你會太老 為什麼 別人是動靈 你是什麼 是逆靈不會老 為什麼 因為你眼神好人就不會老 對 那院長我想問 院長一定有很多案例 想問一下 這個案例是什麼狀況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 怎麼角度 然後高角度 好像有各種角度 是怎麼樣來做的呢 好 這個的開刀的手法 它是用開刀的手法 剛剛前面我們提到 是免開刀的微整形處理 那開刀的人多數的人都有所謂的這個所謂的 臉頰鬆弛下垂的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把這個脂肪把它調掉 那角度高角度是什麼 高角度是這樣向上拉 高角度是直接向上拉 然後向上拉的時候 為什麼 像一般的角度 都是在一個D角度 標準的D角度 為什麼 因為距離很近 拉緊一點 可是高角度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高角度萬一你下垂的時候 像這個重心是B' B' 然後這個重心是 你掉下來的時候再B 你這個A Aplan掉下來的時候A 所以B比A高 物理角度不懂沒關係 你用手這樣拉一下就知道 往上拉總比往橫的拉好吧 所以這是高角度重心上揚 重心上揚 來台灣學美容 那因為我帶過教學醫院 我也帶過所謂的私人醫院 那我們私人醫院 我們當時在做 都是做外國人 都是做英國人 做很多英國人 所以我覺得往上提升 往上提升是高角度 這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對 那實際的例子 這個例子 他這個是他很有美感 很愛美 但是他面臨到說 臉部的這一種各種因素 他做了很多的種種種種種的感覺 那這樣的話 我們把它做 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把他做一個調整 一個角度 那這個角度往上的時候 連他的眼睛 他本來眼睛不是很自然 那因為開刀開得還算可以 也不錯 所以我們就一個角度上去以後 連嘴角都上揚 所以高角度就是 看起來很有精神 對 這是當場一個小時以後的照片 一個小時以後的照片 那看起來也沒有什麼修復期 這個是高角度 而且是做局部麻醉 局部麻醉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科技很進步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要找對你的關鍵點 然後用局部麻醉 然後給他全程給他氧氣 然後做完的時候就嘴角上揚 笑嘻嘻 所以就給照片這樣 一小時感覺就做了時光機回去了 對啊對啊沒有錯 那這個咧 好像我們的這邊也可以改善是不是 好 那我們現在面臨到很多人 你當年是很漂亮的粉頸 秀腿 鵝蛋臉也好 很秀氣的臉型都很好 但是現在我們來解決一個就是 你最想解決 或你從來不敢相信 我可以恢復多少人的傷痛 就是所謂的頸部鬆弛加雞脖子 那你這個時候同時有附帶的是 墨紋雞脖子 墨紋雞脖子 那這個秀氣 它很秀氣 那長得很秀氣 那年齡這個已經有70歲 很年輕 因為我的高標準是幾歲才是老子 95歲 為什麼 95之尊才叫老子 否則一般的話是年輕人 精神好人不老就年輕 你看他治療完的時候 這治療完的應該是在一個禮拜左右 那很多耶 那治療完的時候 那坐的位置在哪裡呢 請看 他坐的位置是一個所謂的V臉 我們坐的時候就在這個位置 關鍵點 耳下 對 耳下 耳下的前後 就找出他的關鍵點 找出他的關鍵點去處理 所以我有很多的工具 很多的發明 然後有的是認證 有的專利發明 然後你找出那個關鍵點以後 你看他的那個 那個傷口還做小小的包紮 可是沒有特別的痕跡 修起很快 其實他標準是很高的人 我這個東西是為他演化的 為他演化的 因為他已經看過好幾個醫生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來處理 連我都覺得說皮膚這麼薄 你要考慮到頸部 我想所有的人都注意 頸部的人所有的人都已經注意到 頸部要怎麼處理 頸部麻醉還是全身麻醉 局部麻醉 局部就可以了 因為局部麻醉的時候 你可以看清楚 你的血管的附近的環境 當然全身麻醉也可以 局部麻醉 然後所有的治療全部都向外 你全部向外是確保不會打到血管 我想大家都有概念 頸部很多血管神經 所以我們向外處理 這是做完的應該是幾天的時候 這是很幸福的事情 為什麼 對 因為他高興我也高興 為什麼 要處理頸部哪有那麼簡單 然後以前還有一個做法 我們也可以把它拉到後面 有的人堅持這前面 完全不看到巴寒的話 我們就在後面 坐在後面有一個缺點 因為遠離太長 所以你的效果 並沒有比在做在一個V型拉皮 所以這個是畫式拉皮的改良版 所以坐在頸部局部麻醉 然後大概兩邊大概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就完成 然後當場激脖子就緩和了 就這樣 因為脖子這邊真的是 如果你臉再漂亮 你脖子都會露出來 所以脖子真的要做 所以這個東西是告訴大家 不是你現在要做 你現在變成說台灣有這個醫療 有這個技術 比教科書還神奇的一些治療的方法 很多醫院都做得很好 那我們提供這個概念就是說 你先做好這個準備 將來我有激脖子 你手機也不要說因此盡量看 你就是看到激脖子 你都不用煩惱 你也不用靠微心 你等到有激脖子的時候 你找你的醫生做一做這樣就好了 你就要花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舉麻醉也好拳馬也好 反正就安全去處理它 當場就看到成果 我想是台灣很多醫師可以做得很好 畫式拉皮來改善各種角度 其中這是最神奇的就是 轉移轉正把鬆的皮膚拿掉 而且你一個禮拜的情形 就是當場看成果 像它的標準非常高 有時候我們都覺得要怎麼來解釋 不用解釋 眼見微信 就這樣 謝謝院長 這真的好重要 不過現在天氣滿冷的 所以其實大家有時候想要喝煲湯 營養師我們要怎麼樣喝煲湯可以讓我們 又營養又不要變胖呢 因為其實這樣講好了 其實冬天就是覺得喝個溫溫暖暖的 好像很舒服 然後好像也比較好入睡 可是其實湯品它有它的一個隱形的地雷所在 因為其實我們會覺得好喝的湯一定就是 又香又濃 所以其實我們在挑選那個湯品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選擇越清澈的 其實基本上它的熱量是越低的 就是譬如說一些昆布湯啊 或是什麼青菜豆腐湯啊 番茄蛋花湯 或是紫菜湯 這一類的比較清沙 其實熱量就會比較低 那再來就是 先用一些排骨啊 或是雞湯 稍微有一點點就是 比剛剛這些蔬菜還要再濃稠一點 它熱量就會稍高 因為它的脂肪會到我們的湯品裡面 然後其實最不要喝的湯是什麼 就是濃湯類的啦 就是玉米濃湯啦 南瓜濃湯啦 那因為它裡面有勾芡 然後再來這些本來又都是澱粉 所以這一類大家在喝的時候要注意它的熱量 那或者是有一些再加上酥皮的 這個熱量就很容易爆表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像一些有根湯啊 酸辣湯啊 酸酸辣辣的很好喝 你不自覺你也會喝太多 那這個都是一個風險 然後還有火鍋湯 火鍋湯呢 其實像一些麻辣湯 就是麻辣湯底啊 或者是一些什麼牛奶 聽起來好像很健康 可是其實它用的一個熱量 其實是會真的會比較高的 真的 如果愛美的人又想要喝補湯 其實喝清澈的會比較好 不過我們剛剛提到很多拉皮等等 都是講女性 但男生也有愛美的權利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聊聊的是 我們男性應該也是很愛漂亮的吧 所以院長有沒有男性來找你做治療呢 男性愛漂亮喔 就是說像我本身就是說現天不良 那現天只有說可能比較會稍微 就說喜歡學習啦 喜歡研究 喜歡開發 喜歡發明這樣 或者很多的專利這樣 那但是男士現在來治療的真的很多 那比例上大概3比7 就10位裡面有3位男生 其實滿多的 那有的是環境啦 或者說愛情啦 事業啦 或者是不想讓自己老太快 因為自我的調整 我覺得現在很多男性 因為長壽命的關係 所以像他這一位 我們看一下他應該是50幾歲 那他當時他是各種因素來找我 不是包括他眼睛有一點點的稍微外翻 那我就把他往上再拉回去 所以就變成一個鵝蛋臉 這邊差很多耶 醫生 對 所以整個氣氛是向上提升 我想是搶救這個容顏啦 那男生稍微開刀的話 稍微比較難一點 為什麼皮厚的話比較難一點 那女生開刀原則上是比較不難 好 我們看一個概念就是說 今天你可能會面臨到台頭的問題 美肩問題問題 鼻炎問題 也有問題 像這個上半段的這個紋路 是你很大的困擾 其實他真的只要花一個小時 紋路基本上少個七八成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關鍵點是在 眼輪砸機跟提炎檢機 舉煤機 等於說你只要把這個關鍵點來處理 我們就可以把它好好的調整 待會兒我們會看到照片 第二個是你的內溝或印第安文或法令文 這三個八字文來講 表情多的人比較會 你只要花十分鐘 你可能可以用微整形來處理 就十分美麗 十分鐘 十分美麗是可能的 為什麼 那麼多的外國人 那麼多的新加坡人 那麼多國際上日本的韓國的 跑到台灣來做治療 當然他們國家都很會開刀的 很會治療的 微整形的都很多 但是在台灣的這一塊 因為醫學比較發達 我們比他們強悍的很多 包括大陸都是在台灣來講 是台灣比較強很多 那第三個就是說 你八字文的這些 說法令文 木偶 類鉤那些 另外一個是頸部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處理 那通常來真的開刀的病人 大部分都50歲以上 有需要的時候 但是最重要的是 有需要的時候 那你要跟醫生討論好 你到底要開刀好 微整形好 百分之九十的機率 應該是建議是微整形 小小的改變大大的不同 那你也可以用填補的 可以用肉肚感菌 可以用電波拉皮 可以用所謂的拉線這些 來輔助都可以 可是真正要找到關鍵的時候 像頸部的這個紋路 你填玻尿酸 填肉肚感菌 也基本上都不太有效 我們就應該開刀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來看一下例子 來看一下例子 這一位這是50歲 然後這個是60歲 看起來是相反 對啊 對 這50歲 因為笑笑的 沒開眼笑 那臉型也不錯 然後有一點往下 然後表情很豐富 看起來很親友善 這是因為他小孩子要結婚的時候 小孩子要結婚的時候 他有點強迫我要跟他治療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只好花時間跟他治療 這是一個月以後的照片 所以他做的是什麼 眼周拉皮跟臉部上下體 還有一個是微整形 它是我每天都要看到他 所以是我家婦人 好漂亮喔 然後再來就是說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美感的問題 跟安全感 那這個美感的問題 你如何找到美感 又兼顧所謂的關鍵點 很簡單 你用手去抓 用手去提 我們把這個美感的部分 你想每個人都有美感 然後你要找出最好的美感 你不一定要像林青霞 事實上90%的男生 你問男生 當年這種四十幾年次 五十幾年次 六十幾年次裡面 林青霞跟中楚紅 站在一起的時候 百分之九十的民眾 會選擇男生 會選擇中楚紅比較順眼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溫柔的 溫柔的叫什麼 叫溫柔的陷阱 那林青霞長得太現代感 太有美感 太對稱 所以不是男生都能夠 跟他相處的感覺 那中楚紅你看了就順眼 所以應該說美感這個東西是 你看了順眼 我看了順眼 那我們就順順的處理 那一定要找對點 有的人求自然 但是你要知道 在台灣的醫學很進步 你要求自然的時候 你一定有治療 那治療的過程裡面 你要事先的規劃 那規劃裡面 最簡單的規劃就是 你把你的手伸起來 我們手伸起來看看 你隨便就是用你的左臉 把它拉上去看看 有沒有越來越像你的右臉 你只要把一手拉上去的時候 左邊的臉比較大 我們往上拉的時候 你就跟你的右臉越來越相近 所以你的標準就是 這樣就好了 這答案就是什麼 畫式拉皮的第一個原則 叫高角度 你找出一個關鍵的高角度 坐在法際的邊緣 你最不會留下疤痕 一定要把多出來的 8到12平方公分的組織拿掉 所以你有美感 第二個關鍵點在哪裡 剛剛講關鍵點有兩大 第一大是在N周 第二個在嘴巴 這是靜態的 或動態也可以 那第二個關鍵點是太陽穴 假設你不想開刀 局部麻醉 我剛剛提到的是什麼 在太陽穴裡面 風天庭 你要知道天庭的東西叫做 天庭飽滿 然後警戒下面那一句叫做什麼 上寬下宅就自然美麗 有點流線的感覺 所以我們找出關鍵點 我們不是說一定要開刀 但是女孩子的太陽穴很容易凹 為什麼 因為膠原流失 所以女孩子只有兩個結果 未來越是憔悴太瘦 再來是越來越兇 事實如什麼 如虎 為什麼越來越兇 因為你全股越來越大 你的膠原的東西跑到你的全股 所以你就越來越兇 所以因為你個性成熟 工作職場上的優勢 所以你越來越嚴肅 不一定溫柔就是溫柔 所以我們要找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遠輪雜機 第二個是口輪雜機 如果就外型來講 因為五官 所以在太陽穴跟太陽穴的地方 我們把它所謂的風天庭 我最喜歡做風天庭 為什麼 風天庭用安全裝置配合 直接一分鐘看成功 一分鐘直接達到你最美的狀態 就是當年20歲的那種感覺就出來了 安全感你可以用局部麻醉為主 然後做一半休息10分鐘 做一半吃點稀飯會比較輕鬆 我覺得這是一個趨勢 做一半吃稀飯比較輕鬆 而且血糖不會太低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對 科技上可以解決的多加資訊 我想這樣很難 我們可以解決的多加資訊 來自家人的思考 而是一半吃點稀飯 或是一個吃點稀飯 但事實上會想要做一半吃的 很大吃點稀飯 我可以解決的